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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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談到懷疑主義跟教教主義 我們今天講到的是所有懷疑論 因為我們提到的是疲弱主義 我們現在有關於懷疑主義跟教教主義的爭議上面 我們要去做出幾點的釐清 第一個 最明顯的 以這個直覺的方式 以辯證的方式 之一教教主義者的直覺認知 迫使其承認在有關知識的訴求上 尤其是認定有些知識不會出錯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不會出錯的時候 絕不能夠以直覺式的認知為主 作為知識的代名詞 那一般人就是到這個階段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直覺式的認知 就來自我們的感官知覺 我們不做這種認知 第二點 強調知識的相對化 相對化可能性與爭議的重要性 這是什麼呢? 這一點大家都會了解 各國民情不同 各國認知狀況不同 可是他強調的重點 不是強調所有的知識都可以被相對化 而是當你把知識放在現實環境裡頭 你會知道它的區別非常大 區別非常大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當你要用數學理念來談到自由的定義的時候 那原子論是最好的解釋 我們就有social atomism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everybody works, functions and thinks just like an atom 非常好理解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原子 可以碰撞就是互動 可以不接觸就是維持自己的自主性 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沒有絕對的自由 在理想社會中人擁有絕對的自由 在現實生活為什麼沒有? 人無法離群所居 所以盧梭說得好 人生而自由 但是處處活在枷鎖之中 就說明了人的現實 所以你一讀社會契約論 你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你突然發覺現實面當中 你必須遷就於現實的環境 很多人不瞭解 很多人以為讀書 瞭解了理想社會 認為我要獨立自主 沒有人幫你掃廁所 你就得自己掃 沒有人幫你洗衣服 你就得自己洗 沒有人幫你做洗衣機 你就自己來 對不對? 所以亞歷斯多德說得好 但是說你講政治 你不能夠講光理想 理想不用講 所以我們現在 我所有看到這種談到問題 如果不講相對性 我看都不看 為什麼? 只有在現實條件中才會講相對性 如果哲學理念不放在現實條件中 那就沒有意義 另外一張課我們講活用哲學 講的就是相對性的概念 所以像今天發生的事情 你今天如果有看報紙 今天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典型講的例子 你們全班有幾個人早上看過報的 我告訴你 Not even a single one 你知道國際間發生的第一條是什麼事嗎? 絕對不會知道的 我看不起你們 I despise you 你們不會了解到這個資訊的重要 國際間的大事 台灣的大事 就至少兩岸之間發生大事 跟我們現在講的內容息息相關 相對性的概念 你如果不認知這個 你會發覺完全不可思議 所以說這一樣的概念 大家可以 這個如果你覺得很累的話 你就稍微Google一下 台灣的第一件大事跟大陸 昨天的事情在今天報道 報紙的頭條 你就可以了解到 原來這個懷疑主義的本身 要懷疑你自己的想法跟做法跟觀念 不能跟自己開玩笑 因為你是活在現實社會中 第三點 在不能決定跟決定之間有重大差別 懷疑主義跟教教主義立場差別 我把它放在方法論的立場 這個部分講過了 所以我就跳過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第四個 知識是什麼的問題 懷疑論延續柏拉圖的傳統 要讓 請大家記住 有一次我在上課提到柏拉圖的時候說 柏拉圖認知事物的態度很特別 他的確把知道是什麼 轉換成知道讓這個是什麼成為可能的東西 然後來討論認知 所以說它會使得知識為真的物是什麼 作為認知的態度 請大家了解 相對主義者不以認知此物為何 就相對主義者基本上跟柏拉圖的立場是完全相反 所以他的立場跟懷疑論的立場不同 我這一句話跟大家講三個故事 你們首先第一個 你要記住 你把現在課程當成基本學歷課程來 如果有人問你懂不懂柏拉圖的時候 你一定要回答第一句話 柏拉圖反對相對主義者 記住 你要回答這句話 你背主 就是反對相對主義者 因為相對主義對我們而言 對我們哲學外行而言 是一股從空氣中流進充滿暖氣窗戶裡的清流 因為你一聞到相對主義 你馬上就懂 每一個人的生活情境不一樣 所以我有我的權力 站在我的情境中講出最有權威的話 台灣就這樣子 台灣就這樣子 你在台灣的話當然可以講台灣優先什麼都好 你只要不出國就可以 台灣就這樣子 相對在任何環境 我今天早上一出門發覺台灣真是個寶地 看到老外全部穿著夏天 短到不能再短的短褲 穿了個拖鞋 拜託 昨天30度 我馬上要去北京了 零下5度 馬上要去了 喉嚨都搞壞了 就享受那種35度的差別 舟車勞頓 台灣的空氣好 說良心話 台灣的景色好 不堵車 什麼都好 感覺上你要找天堂大概也就這個樣子了 大概也就這樣子 這是相對主義 對不對 所以說才會出現台獨分子 我已經住在天堂了 我要跟你搞在一起 就出現這種想法 已經住在天堂了 人家跟誰搞在一起 對不對 你用本領你自殺 你也可以上天堂 對不對 哪有這麼爽的 所以你一看這個風氣 像我現在 我都上課都想戴太陽眼鏡 你知道嗎? 陽光好到這種地步 對不對? 你到那麼古代達斯嶼 未來海岸也不過如此 哪有這麼方便 我們還不堵車 台灣好不好? 特別好 特別好 你看他自己也講了 那這個相對性的概念 但是實際上什麼? 這完全假的 完全是假的 我們在河的北邊 你有河嗎? 這也很好 你見過河嗎? 你知道啥叫河嗎? 你那個小地方 見過什麼? 你見過大的東西沒有 你知道什麼叫大型堵車嗎? 你沒見過 對不對? 就沒見過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柏拉圖就是懷疑相對主義 第二個重點 此物為何的認知態度 你們要記住 稍微複雜一點 雖然我講過 大家翻開以前的講義 另外的話第三個重點就是懷疑論者 他基本上也是延續著柏拉圖的哲學在討論 讓這個事物為真或為假的理由在什麼? 只是他認為一切都是undecided 而不是undecidable 所以說這個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這裡面的差別 好 那麼另外的話 我們準備了有關於懷疑論的十種論證 第一種最重要是表象上的衝突 一類是表象衝突 那麼另外一種是不變的因果 causal invariance 大家慢慢看表象上的衝突 就是一種相對性的觀點 causal invariance 就是同樣的因果關係下 證明它其實是不變的 這兩種都是一個認知上的一個錯誤 認知上的一個錯誤 感官 感官知覺 我們提到的皮肉主義的主要哲學家是 Sextus Empiricus 按照這兩種方式 將這十種論證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展示了懷疑論 所以我們有做十種論證 我們先用原文讓大家了解一下 然後再解釋一下 conflicting appearances interpretation x appears f to an animal of a kind of a and f' to an animal of a kind of b we cannot judge how x really is because we are a party to the dispute 講最後一句話 因為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叫做a party of the dispute 主要的觀念就是因為我們在認知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跟人討論的時候 像你就會發現 我剛剛提出一個台灣優先論 聽到人很爽 而且獲得你在座的confirmation 還加上特別這兩個字 那就是full confirmation overwhelmingly confirmation 可是如果你換了一個場景 三天前 三天前 禮拜一 今天禮拜三 我在杭州 我如果跟你講說 我在杭州的任何一點都比台北好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很難相信 很痛苦 painfully 老師 你剛剛才說台北是天堂 突然冒出一個比天堂還要天堂 真正的天堂 上有天堂 下有蘇航 對不對?真正天堂冒出來了 沒有人講說上有天堂 下有台北 只有我們這樣講 只有我們這樣講 我們講說蘇航算老幾 但是你講這個話就不是天堂 是嗎? 人家那邊的脈絡 確實是看你從哪種觀點來講 所以你那個conflicting appearance 當你在爭討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學生會講說老師你到底有沒有立場 你到底是杭州人還是台北人? 你會問到我說是哪一種人 剛好是這個問題的爭議焦點 我有一天在一個外交場合 我不但只是會英文而已 我法文搞不好比我英文還流利 所以在一個比利時駐華的大使館裡頭 在那邊稍微發揚了一下語言能力 這個穿了一個英國式的西裝 這樣講中國的民主會不會有民主的問題? 中國哪有民主? 我沒聽仔細 會不會有民主? It's undecided Not undecidable 你看 限學限優 然後那個大使夫人是上海長大的 她一看我面說我的口音聽起來好像是大陸來的 問我怎麼移民的 我馬上解釋 我是用最基本的移民方法 我就生在這 非常驚訝 生在這 然後她就說 那你是爸爸媽媽哪裡來的呢? 我說你猜猜看 她一猜 那你一定是少行人 多光榮 我說我真想 做夢也想不到 我是山東魯西南的農民長大的 薛福人 她一聽 聖人的故鄉 我說我們那裡除了聖人以外啥都沒有 這個真的是 當然 有一點書箱門的也跑了 所以我就會感覺到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地域觀念 如果我真的少行人 我表現出那種少行人味道 事實上的話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了解這個相對性的概念 我了解 所以你跟人家聊天一定要記住 這件事情讓人家太爽快了 你知道嗎? 你拍馬屁這是高層馬屁 你知道嗎? 你拍馬屁拍到人家家鄉的好 像我特別喜歡看那個舌尖上的中國 我到了全國任何地方 我碰到海南人、東北人、哪裡人 我都講了他們家鄉特色 他們每個人都興奮得不得了 好高興 你去過嗎? 我說沒去過 那你怎麼知道呢? 大家都不知道 哇! 挨死了 這叫相對性 這個叫做conflicting appearances 這個是屢勢不爽 為什麼? 每個人都有一點思想的情緒 總是有這樣子的嗎? 你就是碰到河南人他也覺得他家鄉好 對不對? 好 所以說這個我們要解釋就到這裡了 這是我們的一個翻譯了 我不講了 那麼cosal invariance interpretation 就是for something to be really F It would have to consistently affect different perceivers as F 就是說如果是認知為F的話呢 它就要有一種cosal invariance 讓我一直不停地知道它是F 比如說一看到那種天氣 一看到 人家互問人家說 一看到那種天氣 一看到樣子 台北 but a different constitution of different animals cause different impressions of the same thing 但是不同的人在體會上又不一樣 for different animals something is F and F prime OK? therefore things do not seem to really to be F or F prime 這種情況就是那種causal invariance 它會導致你相信什麼 同學你知道嗎? 我今天上午一出來一開車第一件事情 戴太陽眼鏡之前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 廢話 當然太陽很大 一般戴太陽眼鏡幹嘛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我一講你們都知道答案 California And San Jose Berkeley Stanford 我家親戚住的地方 我叔叔住的地方 我每一年夏天 以前我常去那邊玩 我都在那邊搭夏天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 陽光天不是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 就是感覺上尤其是這種 在陰影下就還冷冷的 大概天 我自己穿的夾克來的 那causal invariance其實是不一樣 我開始意識到 那個外在的環境讓我perceiving的感覺 我覺得一看房子其實長的樣子還不太一樣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認知上的一個態度 就是在發展的過程 所以說事物不可能真的就是F或F' 這是第一種 剛剛講的是第一種 裡面包含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conflicting appearances 第二個是causal invariance 所以說是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保證他們不會起衝突 也沒辦法保證它因果導致我的吸引認知為什麼 所以它有可能出現不一樣的情況 那麼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知確實是有限的 有限的 所以也基於這個緣故 也基於這個我們在認知的時候 就是要盡可能做出一個判斷 同學們 你們知道學哲學有什麼用處嗎? 你們知道學哲學有什麼用處? 我跟你講 你會覺得它一定有用處 但是它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認為說完全沒有用處 我是不知道我在那邊幹嘛的 或是說什麼 其實台大課很多 那個修學分不必這樣子 我告訴大家 哲學的主要用處 我對著攝影機講 我這個話不能常講 因為我今天心情來了 哲學主要用處是打破道德的限制 不好懂吧? 我故意講得模糊一點 因為打破道德的限制 不適合在台大校園的課堂中出現 但我還忍不住 把我每天做的事情講給你聽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人在出生的時候是一個生理的動物 長大以後變成一個道德的動物 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你想想看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每一天腦袋都想各種自由 但是道德告訴我們 你不能想別的 只能想這個 別的叫歪了 這個叫正途 為什麼? 你有沒有問過為什麼? 沒有 第二點 第二點 就是說 我們平常在所有日常生活當中 我昨天上課的時候問同學 滿足欲望是對的還是錯的? 居然有一半一半的人 我有正人在錯 一半一半的人 一半人認為對的 一半人認為不對 滿足欲望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件事情 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根本不用問你們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用問你們 你知道為什麼我連對你們問都不用問了?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但是沒有少數人才敢講 因為很害怕說滿足欲望是對的以後 我接著問 那滿足什麼欲望是對的? 你說不敢講 你知道嗎? 台大學生敢造反 但是不敢講滿足什麼欲望是對的 我告訴你滿足什麼欲望是對的 以後你就記得講 造不造反都不重要 什麼黨執政不重要 滿足賺錢的欲望是重要的 最重要 每個人心裡都一樣答案 不敢講 為什麼? 我們整個社會陷入了一個唯心的 道德意識的社會 我們社會陷入了這個 不敢講 所以我常常講說 小學生考題目下列三種力量 何者最偉大 一物質的力量 二精神的力量 三金錢的力量 小的時候答案都是2 長大後才知道是3 是不是? 有沒有人反對我? 不會有人反對我 你活在一個偽善假道學的社會久了 你就完全忘掉如何突破這個道德的限制 我只講一遍 以後不會再講 學哲學的目的就是突破道德的限制 我要是你在座聽了 當場就會淚流滿面 我被這個社會騙了好久 我自己體會的時候 是在我爸爸媽媽的兩次告別式上 一邊給人磕頭 一邊想到這個道理 發覺我磕個屁頭 我這麼厲害 給這麼蠢的人磕頭幹嘛? 後來發覺道德的限制太偉大了 只有哲學才讓我有這種反省的能力 如果你對我的這個家事稍微Google一下 你就會發覺我確實有這種反省能力 運氣很難得 第二個是心靈跟身體的區別 想像跟事實 想像跟事實 一樣 你有沒有震撼的感覺? 你有沒有? 你們都是善良的學生 不甘心受騙的人 整個制度就是在把大家訓練成偽善假道學 在訓練大家 把大家訓得蠢蠢的 然後給你很好的科系讀 讓你誤以為你有發展的未來 其實人受到道德的限制 就沒有辦法 連最起碼的滿足慾望都不敢說出來 連到底我應該每個人講說 老師你等一下 Wait a moment What kind of desire you are asking for? 沒有 沒有人有這種感覺 整個慾望變成一個generalized term 你們活在一個 alienated society 你們是馬克思講的最可憐的被剝奪的勞工 而且不用勞動 勞工因為勞動的辛苦 才產生了反抗社會的意識 你們根本不用做事 居然反抗社會 那不是鬼扯嗎? 那不是鬼扯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看來 你們就是養在鳥籠裡面的金絲雀 那個每一根勞工都寫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仁義、理智性 通通都是道德上的界線 我不是說道德不好 我是說你把道德的界線當成教條以後 你就不自由 是這個意思 那不自由以後 你會產生想像跟事實不分的現象 學哲學的主要目的就是區分想像跟事實 為什麼我講人是生理的動物 生下來後來變成道德的動物? 你知不知道男人跟女人的差別 比人跟猩猩的差別還大 你知道嗎? 想想看我講這句話 我每一次到動物園看到那個紅毛猩猩的時候 我在想 他如果吃了脫毛季 跟我的差別在哪? 我如果吃了真毛季 我跟他的差別在哪? 但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別可大了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人不是生理演化的動物而已 人的85%到90%是社會演化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 有一種人他的性別是不分的 這個社會的話把性別定得很清楚 讓他產生了一種性別錯亂 像Danish Girl演那個電影裡面的內容 我告訴大家 那個電影是特例 我們人本身來講的社會演化 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區分男人 你將來當爸爸媽媽的時候 你第一個小孩一呱呱碎地 你第一件事情馬上把腿打開 看來他是男是女 醫生講的都沒有用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一個社會中演化的動物 而不是一個光在生理演化的動物而已 人嘛 理性就是做這個事情 所以才會產生想像跟事實不分的一個情況 因為人的想像是它產生創意的來源 創意的來源不應該是停滯在認它為真而已 要一直不斷地往前問 這樣才有意義 對不對? 這是最主要的兩種區別 剛剛前面講的那個認知上就是這個 conflicting appearances 有衝突的外表象跟causal invariance 然後這個是心靈跟身體的區分 想像跟事實的區分 第三種是感覺跟被察覺事物的結構 就是在水竹箱裡面看到的筷子 是彎的還是直的的問題 這個我已經講過了 我就不多說了 第四種 隨著年齡、動靜、情緒所導致的區別 別的我不講了 動靜、情緒這個太快了 年齡 我這個每逢睡末百感交集 我最近感覺到我又突破了 我覺得我變了 我突然發覺我的人生的意境又變了 變好、變壞我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我感覺上 我感覺上 覺得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有一天 也不是有一天吧 就是昨天 這個我們的主持人問我 說每一個人的細胞七年來 我們金錢報七年 七年來我每一顆細胞已經換了不知道多少變 我整個人除了腦細胞沒變以外 其他全部都變了 至少頭髮是黑的變白的了 原來我是黑的多、白的少 現在我是白的多、黑的少 所以我為什麼喜歡理髮呢? 就是把白的全部剪掉 結果呈現出來是短的、白的 裝是裝不來的 那麼我要告訴大家 隨著年齡的更改 你的認知環境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你想到的問題會比較深遠 所以年輕人的想法跟上了中年人 中年人跟這個比較有成就的中年人 跟外在的條件很多 當你這個慢慢隨著年齡的成長以後 你看事情的態度也很不一樣 我現在正在思考 那個不一樣在哪裡? 那個不一樣在哪裡? 我在想 是我的能力的加強呢? 還是我認知事物的深刻度呢? 還是我基本上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也就是我自信心認為 經過幾次失敗的經驗慢慢成長 我認為這個經歷 相較年輕人來講很重要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在這邊奉勸同學們一件事情 賽翁斯馬焉之非福焉之非禍 如果你在高中時期進大學 你就進入了優等生的行列 這極有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倒楣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這個意志力最強 可以連續三天不睡覺的時間 就覺得自己超越群倫的話 很有可能是你一生最倒楣的時候 為什麼? 你該跌倒的時候你沒跌倒 你以後再站起來走的時候 你遇到你身體弱的時候你突然跌倒 年紀大的人摔一跤跟年輕人摔一跤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說有成就的人要戒慎恐懼 沒有成就的人要知道自己還有二度獲勝的機會 我真的滿希望 我退休的時候在我們戲上要給一場精彩的演講 就是強調 我的題目就是敗部復活 敗部復活 我的確是 在我那個成長的時代 我的敗部復活中簡直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沒幹什麼壞事 但是因為我天生愛講話 所以我參與了很多選拔 其實我都最棒 但是沒有人要選拔 因為大家說你會泄密 我說沒錯 我確實無法控制 因為我認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秘密 後來還好 國民黨果然垮了 所以我要強調這個重點 讓大家了解一下 歧視是相對性的第五種 高低遠近位置 這個大家都比較好了解 這個我們都可以在認知上比較容易 第六種是事物結合後的區別 那麼在空氣與潮溼之中的差別 感官器官的物理結構 思想生理狀態 這個第五、第六 他講的一個是客觀的 一個是主觀的認知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察覺對象的一個區別 這個毛毛蟲跟蝴蝶 這個Caterpillar跟這個Bardfly這種差別 蛻變 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就是蟲變成蝴蝶 那這個第八種是相對性導致的區別 不同文化 文化相對主義 這個相對性 不是我們在重複相對性 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認知 這個其實有關這個問題 我稍微想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知不知道文化相對主義在邏輯裡頭是一個虛空的名字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不同的文化可以形作不同的思維的這一件事情 是一個拒絕接受改變的理由 就是以文化習性產生的感覺 不過我發覺這個文化相對性這個問題 在咱們中國人身上特別明顯 特別明顯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我覺得學習這個西方文化的過程當中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倒並沒有特別的意思 因為我喜歡做細微的觀察 同學們應該跟我學習 我看到任何事情我就覺得有學問 我首先以前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 發覺我們班最會穿衣服的是非洲人 我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非洲人的上課穿得非常整齊 講話的文雅 就是講法文的時候用得很深奧的字眼 不是說是OK 就叫做是not really appropriate 就是這種講法 我聽了會覺得腦袋要轉一下才聽得懂 後來我就在想一個問題 我在想說為什麼非洲人被殖民這麼成功 非洲人學西方文化非常成功 後來的話 我才發覺那是表象 就我們班後來來了一批印度神父 哇 印度人被殖民的成功 那這是太厲害了 印度人殖民成功到就是說會講英文的 看不起不會講英文的 你在台灣都不可能發生這個事 在台灣的話我得奉承大家 就是Whenever you ask in English and then I react in English otherwise I would not dare to say it 對不對 這nationalist feeling很強 夠大義 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後來我發覺這個文化性格強的人 其實我看到印度人的時候一個表象 大家可以以後去仔細觀察 印度的社會中 一方面維持了自己的文化很落後 對我們來講很落後 對他們來講很正常 什麼拜牛 什麼種姓 男女騎士 其實對我們 後來我發覺我覺得他們落後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文化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 沒有總性制度 儒家文化 因為有科舉 有大學聯考 就沒有什麼階級意思 對不對? 沒有 這裡頭誰講說我是貴族 大家都覺得好笑 我是奇人 你他媽要飯的奇人 沒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男女之間 多年媳婦熬成婆的邏輯很厲害 你打開這個紅樓夢一看 水谷鑽裡有母夜叉孫二娘 紅樓夢裡面有王熙鳳 對不對? 孝莊皇后 不絕於耳 武則天 所以我要強調的 我覺得文化相對性來講 我覺得中華文化很特別 非常特別 最特別的原因我在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因為我這樣講並不公平 我的穿透力比一般人好 但是我在歐洲住的時間很長 我就看到被殖民的人都很成功 所有被殖民中最失敗的就是 在華人地區的殖民 這被失敗的關鍵點 就是香港的富豪在回歸以前 香港的富豪一律穿堂裝 講廣東話 然後講英文的時候自政腔圓 想要在外國人面前顯現他不是外國人 其實非常非常的British 其實非常心理上 但是跟印度人不一樣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到這麼長呢?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大家有機會可以注意一下 我目前找到的答案是兩方面 第一個就是文字 文字 中文我說良心話太難了 中文太難了 我現在到這個年齡 我回頭一想發覺他媽 英文太簡單了 英文法文都太簡單了 因為我們要求的標準不高 難的也很難 但是我自己求乎其上得乎其中 但是中文的光是記住那個字 你一個大學教授寫信寫任何一封信 像你們簡體字還容易 我們繁體字還寫不寫白字很難 你知道嗎?中文已經複雜到什麼程度 所有我在北京聽到的方言 它都字都寫得出來的 什麼後閒、早年什麼的 這個都寫得出來的 那你怎麼寫? 對不對? 你一般哪有這個機會去學到這些東西 你不用這個話 你怎麼會講? 所以在這個文字上的認同 就跟那個所謂的印度European語言差別很大 這個是第一個差別 這是文化上 就文字 我覺得就是文字 還有第二個的話 我必須要坦白講 我現在在想 我在想一個命題 我想中華文化它在整個區域當中 因為我到韓國、到越南、到東亞各地 我都在想 這些人以前完全百分之百用中華文化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過他是個外國人? 我告訴你答案是沒有 絕對沒有 有的話他不可能用的 這個中華文化它很特別 它沒有國家觀念 所以韓國跟越南用的時候 我聽說我沒辦法證實 不過我馬上要到史語所去證實一下 日本、韓國跟這個跑到中國來考科舉回去當自己的官 同一份卷子 就是相信這個標準 那我覺得這個cosmopolitanism 你知道這個字嗎? cosmos跟polis 這結合 宇宙家城邦 cosmopolitanism 就是國際都會 這個觀念 是他一個很特別的觀念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文字 一個我們的文化所顯現出來的 把我們形塑了 所以我慢慢就發覺說 我的奉勸諸位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雖然講這個並不公平 但是因為我看了 我因為我36歲以前 12年在比利時長大 24年在台灣長大了 所以算是夠養活的了 因為我23歲就在歐洲生活 然後生活得很認真 講語言跟人家在一起 做點小生意 活得很好 所以慢慢開始了解到這種感覺 我覺得文化相對性很特別 就是我們數這個文化 有的人會覺得說很麻煩 但你要知道 你如果會中文可以再學英文 差不到哪去 但是你不會中文 我寫字 再回來學 太難 我相信 I believe that you are written Chinese will not be able as good as we are 太難了 太難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文盲 這百分之九十幾 現在我台大教授一調查 也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文盲 也會寫錯字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太難 所以這個後來慢慢就會發覺 這個文化相對性的問題 文化相對性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是讓我們看到的世界不一樣 我剛剛前面講的像非洲人、印度人 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一樣的 整個思維判斷很不一樣 所以印度人就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這兩方面的文化 所以他有自己的特色同時 你知道世界前五百大的企業中的CEO印度有174個 那個比例太高了 你現在去考那個新加坡航空公司空中小姐 能夠interview的官員絕對是印度人 What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這很激烈的 很厲害 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 所以文化上的相對性 這個觀念 我為什麼特別針對這一點跟大家強調 因為我認為 在懷疑論的觀點當中 一定要對文化有所認知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第九種 平凡跟稀有 這個是不一樣的 經常出國人跟偶爾出國人 心情很不一樣 我現在過的日子跟導遊差不多了 所以很無奈了 就這個意思 還生活方式 傳統習慣 法律制度 神話信念 宗教原則所構成的區別 這個跟文化不一定相關 但是確實有一種感覺 因為我每年夏天會去希臘 希臘的 我當然都到雅典去教希臘哲學 那在那個雅典的時候 很多雅典人搞錯了 搞錯了 他們根本沒讀過歷史背景 他們以為自己就是蘇格拉底的後代 其實他是土耳其的他們 鐵木耳的後代 他們搞錯了 他們很得意 因為相信那個神話 長得也不一樣 你知道希臘神長什麼樣子 希臘神長得跟現在的德國人一樣 都是金髮藍眼的 那怎麼可能會像這種黑頭髮 黑眼睛 黑屁股的小朋友呢 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他們就相信這個神話 所以有的時候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真的古老文化萬事一系 血緣沒斷過的 就我們了 其他的話就是 如果你對歷史有點了解 這個不是我多說的重點 不過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一些懷疑論的這個心理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這個 你就沒有辦法了解自己面對的改變 所應該所處的態度 好 那這十種論證都是預設了常識形上學 所以在所有不同意見中 其中有一項是真的 如果沒有就必須保持不做判斷 總而言之所謂的常識形上學就是一種不做 確定判斷的立場 undecided的基本的立場 常識形上學 那麼這個差別 常識形上學 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強調的 一開始強調的這個不變的因果 衝突的表象 這兩個的話就是在形上學的層次中有差別 不過這個地方有點專業 我們不需要強調這個 不過受因果影響所認定的事物 比較有可能像先速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所講的 持續的變動 那麼因為不變的因果的立場是說 事物沒有穩定的內容 不會說是事物4F以及4F' 他強調的一個重點在這裡 事物沒有在認知的過程中 無論是主觀或是客觀都沒有穩定的內容 那麼大家可以針對這個部分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批評教條主義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批評相對主義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批評相對主義 就是因為認定它就沒有辦法做決定 那我們現在要花一些時間來看原子論則 我剛剛一開始上課跟大家介紹過 這個同學在聽課的時候 應該要等一下我們有助教的時間 大家應該要把自己覺得聽了覺得有感覺 但是沒辦法形成問題的部分 要練習形成問題 就是說光聽不會發問是我們教育中最大的問題 所以老師很可憐都像演布袋戲的一樣 就一個人對自己在講 這都不會進步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你第一句話 Epicureans 一比九路學派 是感覺原子論者 你要查 你要說什麼是一比九路學派 它為什麼會在我們的課程中出現 什麼叫做感覺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 老師剛剛講原子論者 我知道我們學物理化學生物都是原子論者 可是什麼叫感覺原子論者 你要查sensational atomism 所以你上哲學課 英文要好 英文要好理由什麼 Google方便 你感覺原子論者 你找不到 我這裡面我跟大家說過 我上課的內容是我的獨門理解 獨門解藥 你中毒也是中我一個人的 將來解毒也是我 所以你信了我 你要能夠challenge我 你要發問 但是所以我們有助教時間就在這裡 所有的感覺所描述的現象都是一樣的 而只是被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 這句話什麼意思 這句話說現象是什麼 現象就是用感覺描述現象 像我現在看到你們 我發覺一個現象 這現象是什麼呢? 我認為你們有聽 很專心在聽 可是我認為你們沒有辦法融會貫通 沒有辦法聽進去 因此我一邊講 我一邊在想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 之前的背景不熟 第二 當下精神不夠 最後的話覺得未來可能也不看 所以費那麼多功夫幹嘛? 那麼我們現在 我剛剛講的三步 對不對? 背景不熟 精神不夠 然後未來不用 我剛剛講的三步 對不對? 都是我針對我眼前所看到的 描述出來 這個現象 如果我一出門 人家就採訪 然後上來採訪 你剛剛上課的感覺如何? 三步政策 學生背景不熟 精神不夠 發覺未來他不會用 這個現象描述 記者報導 台大學生是青三步政策 對於上課的背景 通通不熟 當下上課時間 精神通通不夠 那覺得學的東西未來通通都不會用 這個就構成一個現象 大家說 台大是一個三步的大學 這個現象就被這樣描述出來 這叫現象 你說公不公平? 當然不公平 你說為什麼不公平? 因為我哥不在亂講 為什麼我在亂講? 因為我主觀的認知是這樣子 懂嗎? 這個描述出來叫現象 那麼所有感覺 但是對於一比九如來講的話 現象描述方式不一樣 換了另外一個老師 Power振來了 一下子全班很高興 覺得同學們對於背景的話 能夠心領神會 因為我講的都是常識心的 當下的話 精力旺盛 就覺得聽了老師 老師問 你們為什麼不發問? 老師 因為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好 這個讓老師繼續講 這個很好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未來的時候 我們享用的時候 它就自動出現了 像自然水龍頭一樣 一打開水就來了 那講說台大學生果然是聰明伶俐 老師也強 學生也強 一出門一介紹 完全三強政策 老師強 學校強 學生強 所以台大是一個真的很強的大學 完全不一樣的描述 這裡面的components不一樣 一樣的事情 就這一般 也是這樣盯著我看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叫做感覺原子論 這應該講得很清楚 同學們要記得 要記得 哲學學通了 你就意識到道德的限制 你講話你就沒有恐懼感 你就不害怕了 你現在為什麼不會講話 你知道嗎?害怕 怕什麼? 不知道 那是最嚴重的 我跟你的前途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知道嗎? 我們就這一刻緣分 以後就是圓盡情絕了 就結束 對不對? 我也不會影響你 你也不會影響我 可是為什麼? 你有這種怕的感覺 因為你受到了道德上的限制 怕被笑 怕被罵 怕被人家看不起 怕被人家講說不懂又愛裝懂 怕怕怕怕怕 所以說這個就構成了限制 所以說這個情況都是一樣的 不同的情況描述 伊比喬魯學派甚至認為 我們不能夠說有不同的表象 我們只能夠說有不同的感覺 但每個感覺都是真實的 我剛剛已經講過 在陳述事實上 感覺跟感覺之間是有相同的地位 你不能說剛剛說大家三部的感覺 跟大家三強的感覺 有什麼可以比較的空間? 沒有 就是一樣的 好 也就英國關係來講 他們確實如此 為什麼? 它是感覺主體 就是我所察覺出來的結果 問題是什麼呢? 原子論的立場感覺是真實的 卻存在沒有絕對的真實 令人感到奇怪 就是說這個感覺很真實 但是又沒有 認知上來講 這是不同的component 這個感覺上有一點矛盾 這個 同學們應該知道它奇怪的地方在哪裡 它奇怪的地方是 你先強調感覺原子論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 所以感覺本身既然有不同的描述 所以它不可能有唯一的絕對的真實 而同時 你在當下接受那個描述出來的內容 你覺得很真實 對吧? 其實這個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好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邊講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少人注意到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也是 我滿想鼓勵大家去認知的 我覺得我們哲學的活用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這裡 我曾經替一本書寫過推薦序 叫做你以為你的決定真的是你的決定嗎?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說過這句話 你說這句話當時的心情跟後來 你否認這句話的心情改變了 人可以改變嗎? 道德的限制是不可以改變 所以讓大家說話就很小心 你還用契約記下來 對不對? 但是我要問的問題是 說出來後所說出來的內容 是不是就代表我說出這句話 人心靈所認知的對象呢? 同學們 你幫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當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它的這個內容 你要知道 我跟大家講一個例子好玩一點 有一個女的問一個男的 突然很高興走在家笑著突然 你愛不愛我? 這個男生很認真 我覺得很認真 他一聽以後嚇了一跳 深呼吸兩次 那女的當場就大哭 這英文叫Pose 就說你迟疑了 你haste say you ho haste say 就說你迟疑了 然後就哭了 那男的說對不起 我實在是太突然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 再給我一次機會 那再問 回過頭來說好 再來 你愛不愛我愛? 那女的講說你想都沒想 你根本不愛 那男的講的跳海算了 什麼樣都不對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我告訴大家什麼嗎? 這是真人真事 不一定發生在我身上 但也不是沒有可能 對吧? 你認為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可以理解嗎? 這說出一個什麼哲學問題? 很多人一直以為 我的心靈跟我的語言之間可以畫上等號 我中間還一道思想 上禮拜跟大家強調了 我們是用思想在 我們用語言在思考 但是思想可以融合我們的語言 對不對? 你認為我們的心靈可以跟我們所表達出來的語言 畫上等號嗎? 這構成了很多人的誤解 很多人的誤解 我們這不是政治哲學課 如果政治哲學課的話 那可聊的東西太多了 對吧? 你可以聽得懂嗎? 可以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你這個是 所以大家就發明一個名詞 我們不說我們在說謊 我們說我們透過辯證思維 那不跟說謊完全一樣了嗎? 對不對? 你們聽得懂嗎? 你知道啥叫辯證思維嗎? 你這個辯證思維都不知道 還想讀台大 你要了解 因為這你看到定義你用不清楚 辯證思維就是說謊的最重要的工具 批判與自我批判 老毛的話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所有的政治人物的話 都為這個事情深深苦惱 講出來的話做不到怎麼辦 辯證思維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我告訴你 這個確實是厲害 所以我今天講的東西 大家要結合起來思考 好 等一下 抱歉 不是我說到一半就不跟大家講的痛快 因為天積不可隨意洩漏 天積可以洩漏 但是不是在這種講懷疑論的我已經講了夠多 讓大家可以慢慢了解 但是首先一點你非常認同 我的心靈的狀態怎麼可能是我表達出來的語言之間畫個等號呢? 怎麼可能呢? 你知道嗎? 我們做任何事之前 要做選擇 要做比較 在比較的過程當中 有遲疑、有衝動、有壓抑、有焦慮 這些部分語言一講出來 Yes 沒了 都沒了 你的心靈中的部分的99%沒了 剩下一個 就是 Mr.Yen Would you like to tak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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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 bride and you will love her forever 像我現在這個親自成熟的時候 I won't say yes 但是當下很熱情 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確實是 所以通常我們總會認為 說出來的東西像我們心靈的認識狀態變成使我們因而擁有信念 這個通常 這個是構成了我們道德的限制 好 懷疑論者是反對這種立場的 認為說出來的話 有可能是無心之言 並不包含心靈的狀態 這個講無心之言是過了啦 並不是真的的無心之言 而是我們心理的複雜狀態 沒有辦法透過語言 這麼單純的一個架構表達出來 對吧 總而言之一個疲弱主義者 什麼都不決定 甚至連什麼都不做決定的這件事情都不決定 原因就是他不做任何決定 Undecided 同學們上個禮拜一直問我這個問題 那如果什麼都不做決定 你特別喜歡問這個問題 You in particular would like to ask I do not decide anything Do I make an effort to do anything? 我要在這邊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不做任何決定 反而是一種積極的態度的原因 是他只做當下該做的 覺得適當的事情 他不會做出終極的決定 他不會做出那種不能改變的 那種once for all的那種決定 換而言之的話 人就要面對自己隨時發生改變的情況 同學們做一個實驗 做一個實驗 做一個思想上的實驗 做這個實驗 有一件事情 你認定他應該這樣 你認定他應該這樣 結果後來他不是這樣 你突然覺得有一點失望的同時 然後你靜下來 倒過來想一下 發覺 原來你認為這樣 現在不如你意 你會失望的同時 你認為說你倒過來想 說這個其實改變我自己的心理狀態 認為因為做了不一樣的考量 出現不一樣的情況 反而延伸了我認知的範圍 說不定是一個好事 你在很快的時間 你調整你的心理狀態 你會發覺最後的結果 不會比原先的預期差到哪 甚至還有這麼一點意外的歡樂感 這是我經常發生在我身上的 我還滿期待的 我還滿期待做出跟人家不一樣的事情 至少我自己認為我自己做出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能夠欣賞不一樣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真人真事 我有一次我當導師 都是台大學生的導師 然後在一起聊天 聊天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說要去考公務員 考公務員我聽完以後我就問他們說 我說你知道你們一定會考得上嗎?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你出了這個以外你會什麼? 當然要考得上 我說你沒有到別的學校讀過書 他們笨得要命 怎麼比呢? 你最後有考試嗎? 他考上 那我說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一進公務員的行列的話 你馬上面對一個存在主義問題 就是你要不要幹到65歲領退休金? 你不領退休金 你幹到公務員幹嘛? 是不是這道理? 這不就為了這個嗎? 每一個人都說不要 不要 我做一做就要辭職 你說多好笑 拿自己前途開玩笑 那我就跟他講了 我就跟他講了 我說你要注意 這個人生最害怕的事情 一個就是面對決定 另外一個就是英雄不變 人生不喜歡 人生很矛盾 就是又喜歡穩定固定 又喜歡隨時偶爾要出一點變化 但是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沒準備 但是穩定固定路線久了一定會煩 本來就這樣子 二十五、六歲的小孩都坐在那個辦公桌前面 過來蓋章通過了 這個沒過 這樣子搞到六十歲 那活在世界上幹嘛呢? 就跟那個敦匹立學愛國愛人有衝突 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及早了解自己的限制 不斷地認為自己的改變是健康的 這個態度 就是這種觀點 我要強調的是重點在這裡 有五種論證 懷疑論另外有五種論證 這五種論證講完了 我們也差不多了 第一種是爭議不休 Diaphonia 是用不同的意見中所衍生出來的論證 那麼在一般人中或在哲學家中 都會有不能做決定的衝突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沒辦法選擇或拒絕一件事情 必須不做決定 比如說台灣最敏感的統獨問題 絕大多數人都是不做決定的 甚至連維持現狀的人都不多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爭議 爭執不休 因為他講得太簡單 話說出來太簡單 跟我們腦袋心理狀態差距很遙遠 太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是一個呼籲全民啟蒙的一個好機會 不容易 因為你自己做你個人的preference 你自己做你的決定 要別人跟著你一起做決定也很難 你不要講這個未來走向的大問題 就你對你的前途的參考跟別人講 人家都未必能夠接受 說良心話我就面對這個問題 我出國讀書選擇讀哲學 我不敢講 不敢告訴任何人 為什麼? 沒有人相信這個是真的是一個行業 這留學留的不都是為了就業 你怎麼留學留的是為了失業 這是怎麼留學的? 這是我自己爭論不休 大家覺得後來我就 我的成長條件比一般人幸福 我認得了很多人讀了博士的 我家裡人就都在大學教書 我就問他們 那你告訴我哪一個行業好呢? 有人說電腦好 學什麼呢? 設計城市 到美國去讀城市 那我說這個數學不好 我也不喜歡這個東西怎麼辦呢? 你嘗試的美國人數學都不好 你在裡頭一定算好的 這個理由我聽起來實在是沒辦法做決定 爭議 有爭議 你以為我不顧前途嗎? 我也顧 我覺得這個好像跟那個理想有一點 說旁邊有個人跟我講說 這個年紀輕輕的講什麼理想 先找飯吃 我學的也好 先找飯吃 他講吃飯要求的標準不高 那你讀你自己 他說你們讀哲學要讀什麼? 他說哲學 我可有話講 我讀很厚很厚的書 很多人一聽完了 沒法認一個字都沒辦法讀還很厚很厚的書 像你學機械的人讀很厚很厚的書 你大概就算了算了算了 還是改讀機械吧 這不一樣 每個人性格不一樣 Undecided 爭議不休 每個人認知不同 所以這個不做決定的說法 就說明我當時的心經 我冥冥之中 沒有人告訴我讀哲學有什麼用處 沒有人告訴我 事實上我之前的人 很多人我忘到的 居然還講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在幹嘛 我覺得很奇怪 那我慢慢慢慢 你知道我第一次感覺到哲學有用是什麼時候嗎? 講起來不怕你們笑 是有一天我跟我太太都失眠的時候 兩個突然起來 他說怎麼樣才能睡得著? 我說你聽我上課好了 我那時候才碩士一年級 他說什麼課? 我說我今天聽了政治哲學的課 我碩士寫的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是一個Dominica教派的一個 天主教裡面的一個修會的 修會 非常嚴密的 不跟外界接觸的一個神父教授 我寫了一個很新的題目 我寫無政府主義 他那時候跟我上政治哲學的歷史 我上完以後很有感覺 我操完講義以後 我自己整理出來 自己又疼了一遍 然後我睡不著覺 我說我講給你聽 剛剛我學了什麼? 我記得我講講講講講講完以後 講到一半 我太太說 去這樣 我發覺我們餓不死了 我現在困了 我要睡覺了 我就覺得有效 有用 可以催眠用 發覺有用 他覺得我講得頭頭是道 很有道理 我就聽一下 我就能夠模仿 而且還可以能夠synchronization 就是可以從英文變成中文 所以我那個時候覺得印象很好 很肯定自己 那天我第一次覺得說語言有這個力量 你講的東西只要前頭 後尾都清楚 有邏輯 關聯性 有用 有用 真的有用 所以我就很高興 所以說也因為這個緣故 我就發覺我做的決定 都是我每一天日常生活中 覺得適當的決定 你要問我到很後面 我都沒有辦法講 哲學到底有什麼用 為什麼? 因為我學成歸國的時候還失業 找工作不容易 對不對? 誰知道你 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來 所以我就慢慢發覺 我到今天 如果人家問我說哲學有什麼用的時候 我一定講說哲學如果不能活用 它真的沒什麼用 我一定是這個答案 我認為所有的學問 尤其是我們這個講思想 這一點很重要 第二種是無限倒退 無限後退 Ad infinitum 這個是講到這個拉丁文的字 就一件事情需要另外一件事情的支持 另外一件事情需要另外一件事情的支持 所以說這樣子一直延續下去 就是變成了無限後退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中 我們必須放棄做任何決定 上次我在演講講兒童哲學 一個人講說他小孩回到家來問媽媽 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我說這個問題你要有答案嗎? 他說他想要有答案 我說廢話 對不對? 沒有雞哪來的蛋呢? 沒有雞怎麼孵這個蛋呢? 所以當然先有雞 他一聽 對 我說有孵蛋器的情況下就不一樣了 他一想大概先有雞 廢話 講這種問題 這循環論證 這怎麼會是要答案? 這不要答案 第三個相對主義 這個我們講了很多了 我們就不要再提了 脫離這層關係以後 所有的判斷都必須停止 假設論證 假設論證我覺得有兩種 假設論證有兩種 因為hypothetical 大家都知道 教教主義方式認定某件事物為真 然後的話 他所做事像是每個無限後退中的人 隨意提出一件事物 這個有可能 比如說大家講說 某一個基本立場為真 就是說這個先舉出一個原則性的立場 然後說這個原則性的立場為真 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你們學數學的 數學的話強調公理系統 公理系統先強調公理 公理就是假設為真 沒有人講說歐式幾何學中 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是一條直線 沒有人說他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為真 可是他就是真 為什麼? 他是假設為真 我們這種假設不做任何反斷 因為他們可能是假的 也有可能提出一個正好與他相反的事物 這也是後來 為什麼提到歐式幾何學作為例子? 因為2000年後有人提出來非歐幾何學 發覺只要改變公理想像另外一種空間 他就有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數學系統 所以說這個也是 這個其實在一般的知識論當中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循環論證 循環論證的話 那麼它就是繞著圈子在走 那麼這循環論證 無限後退、假設論證、還有爭議不休等等 這五種情況都是我們不能夠做出終極的判斷的立場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能做決定 好 那麼這個是我今天針對於所有疲弱主義中所談到的立場 兩堂課跟大家做個解釋 延伸的性 性質比較遠 我們接下來會到了現代哲學 現代哲學部分 那麼大家可以慢慢地看出來 我們這個我們這個課程上課的內容到現在 講出來的東西就是牽涉了很多專有名詞 那我覺得同學們在理解上來講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一些準備 怎麼對文化相對主義提出反駁? 我們如何對文化相對主義提出反駁? 為什麼要反駁文化相對主義? 就是在對話的過程中 如果有一個最後宣稱說你有你的韓法我有韓法 那你是不是受到你的社會、環境、家庭、教育背景、影響 也是一樣 那這樣子我們來來用體能這件事 那是不是會繼續進行這個對話? 標準的問題 也有標準的答案 繼續對話 溝通 有一個德國哲學家叫優根哈布馬斯 他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答案就是 他發展了一個communication theory 這個其實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文化相對主義 除了拒絕溝通以外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事實 文化優劣主義 我告訴大家 你從今天離開這個偉大的台北天堂 你一到了歐洲 你會發覺台北算什麼?怎麼比? 那個天氣 如果同樣的夏天 在這個季節 不能比的 差太遠了 所以文化有優劣主義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優劣的感覺的話 有的部分文化優劣主義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優劣感 德國人不就這樣出來的嗎? 你要知道大家喜歡去日本玩 因為覺得日本乾淨 日本廁所乾淨 你知道嗎? 你到了德國任何個加油站 你隨便去找個加油站 你一打開 那個馬桶要戴太陽眼鏡的 發亮的 睡覺的時候 你那個床單如果沒有僵過的嗎? 我賠十塊歐元給你 你懂嗎? 很多的文化它產生的感覺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 覺得你曾經滄海難為誰 你沒有… 我在這個德語區生活的久了 我就了解了 我對日本的興趣就沒有很大 就是一般般學的 但是那比起我們老家的環境 那好太多了 所以文化有優劣性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你光說不跟人家溝通是沒有用的 比如說印度文化 我們中國人都看不起 到印度玩完可以說 永遠住在這了 開玩笑 先自殺了再講 對吧? 所以一定要維持溝通 就是標準答案 否則 你就會發現出現了文化優劣的差距 那這個就不好了 這個就不好了 100年前文化優劣就轉變成文化侵略 那這個就不好 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 我跟大家先講一句話 本來不應該講這個問題 我最近在發展一個論述 我在大陸講了好幾回 從1915年 你們學歷史的製造 1915年出版新青年 1915年到2015年 這100年來 中國文化被打懵了 優秀點彰顯不出來了 來 你有問題嗎? 原子論者沒有絕對的真實 對黃瑜論者 我們就不做判斷 有沒有絕對的真實這樣子 我們就不做判斷 你覺得這個也不判斷 對啊 對啊 對 是是這樣 就是我們不要做 有沒有絕對的真實 不做這個判斷 不做這個問題 只做當下的判斷 那等一下 那對伊比鳩魯學派 他們沒有絕對真實的話 他們是判斷沒有絕對真實嗎? 伊比鳩魯學派 因為它是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強調的是 the components components is like atoms 它在經驗中所呈現出來的內容 它本身的立場 就已經說明這一切都是不同的原子的組合 所以我們把它解釋成沒有絕對的真實 因為原子有無限多種的組合方式 所以我想不想讓我們來看 對 cinemat頭的組合 然後師傅 聽到一邊 我們每天輪深島的連結 手 不想讓我們更密意 你是最好的